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我是想要给大家继续介绍这个智能橡皮泥智能黏土 然后如果你们之前已经认识过一些我之前介绍过的智能黏土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智能黏土,这个叫做Magic Pool Magic Pool的意思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智能石爸爸 然后这个颜色呢确实跟石爸爸的颜色呢比较像 然后就上面写着这个是软的,这个是流动性的,这个是抗压的 然后这个呢可以扯开来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像它上面说明上说的是一个抗压橡皮泥 是一个抗压的智能橡皮泥智能黏土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在玩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趣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量呢虽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这么一小罐呢也是够我们玩 然后这个就像上面说的这个是至少呢是要五岁以上的小朋友呢才可以玩 要不然的话呢是比较的危险 然后呢这个生产商呢是一个叫Giba的一个生产商 然后我们从旁边可以给它打开来 我希望呢是这个向雪宁呢千万不要像闻着像石爸爸一样那么的一个怪异的味道 然后就像他们上面说的这个其实闻起来呢是另外一种味道是比较香的来说比较香的也不会臭 我希望呢等会我还是活着的如果打开了这个魔法石爸爸了之后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拆箱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开来 Magic Pool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魔法石爸爸 打开来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智能 智能橡皮泥的制动黏土呢 是非常的软 我闻一下 这个闻起来呢是像一种 水果的味道 应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石爸爸的味道 闻起来呢也跟普通的橡皮泥呢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相对来说它的水果味道也是特别的重 然后把它扯开了之后呢 可以发现它不是像别的橡皮泥那样会智能拉丝 然后给它做一个造型 我们可以给它做成真的是做成石爸爸的造型 然后放在手里呢也不是那么的粘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从手里面取出了之后呢 它不会粘手 然后感觉呢是比较的润滑 也不会在手上遗留下来任何的东西 我们把它掰开了之后呢可以就像掰 比如说掰一个小小的一个苹果啦之类的 像把它掰开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就可以给它掰开来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抗压 抗压智能粘土智能石爸爸 我们把它从手里面给它挤出来 把它一扭可以看到它瞬间就断了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性之一 我们把它搓成这种长条形 就感觉我们是真的是手里在拿了一个石爸爸 或者是给它钻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个智能粘土呢 可以拿来给它做一些捉弄的一些游戏 比如说你把它放在给家人玩的一起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惊吓啦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惊喜啦 都是可以的 虽然我在这里不建议大家这么玩 如果是搞出了很多闹剧的话 可以跟朋友们之间这样玩 我现在看它会不会跳 它跳的这个弹力呢真的是非常的好 出乎于我的想象力之外 我现在可以拿来它 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个压力的测试 感觉它放在手里呢是非常的抗压 也就是说如果你给它放在手里之后呢 它压了狠狠的钻了之后呢 它变形不会变得那么的厉害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 智能魔术抗压粘土 石爸爸粘土 希望你们能够今天喜欢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点赞 在视频的右上方呢 有一个订阅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 也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视频 在屏幕的下方呢 也可以写下你们的意见与建议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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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